今天的里程看起來非常可觀 總共應該要騎130多公里 Where are you? Here I am Here I am How do you do?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邀恩楊德瑞 我們現在人在原住民公園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一個 算是蠻有挑戰的路線 待會準備從這裡出發 第一座山呢 我們準備往冷水坑前進 今天總共要騎六座山 沒錯 就是你們想像的如來生長 我們待會第一段從手指出發 大概往這個手臂的方向前進 然後一路騎到中湖戰備道之後下滑 再往楊金公路 最後才從金山開始第一個大拇指 OK 今天的里程看起來非常可觀 總共應該要騎130多公里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Go Go OK 我們現在到明德樂園這個大長坡了 那等一下第一座 第一批 我們就會從前面的紅綠燈左轉 進到往冷水坑的這條路線 經過平等力 然後往這個 那叫什麼 中湖戰備道 好 往中湖戰備道出發 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地上 還滿有趣的 這邊有很多好心人士 都會在地上放好那個手掌的印記 跟你講哪裡要直走 哪裡要左轉 修戰姐 你看一下前面的地上 怎麼那麼多雞 有沒有看到地上的手掌印記 那裡就是人在生長的符號 等一下我們即將往平津街這個方向前進 沿路還會看到很多手掌的標誌 以往騎這一段 都是那種 前往冷水坑 或是到這個櫻花巷 去看風景 但今天騎的離程還這麼長 就會覺得 其實不能太快 不然這邊只有 六分之一的小上坡而已 雖然說這一段應該是最長的 但還是要保留一點 很怕後面體力不夠 下坡了 下坡了 馬路 耳朵都有那個第一名聲 這裡是 跟外星人最接近的地方 平常 跟外星人聯絡我們都是靠這幾顆 在跟他們做一些訊息的溝通 但是 通常我們只有三波而已 沒有文字 所以偶爾可能就會聽到 一些比較迷樣的歌曲 我還沒想到這首歌 本來想唱完了完了 但我覺得最近已經不紅了 從那個平行街右轉出來之後 這條就是一路15%上坡 持續應該有接近一公里 七八百公尺 剛剛那段就是人嘴坑 第一段比較辛苦的路段 待會休息一下這邊是緩和 一進到 往陽明山的最後這一小段 里程好像只有三公里而已吧 還是四公里 第一段也是超級陡的 抖抖抖抖抖 OK 我們第一個站點冷水坑到了 我們剛剛一路上來 從山下非常悶熱 到現在 終於到冷水坑了 這邊的天氣真的是滿舒適的 我們接下來往中湖戰備道前進 那邊也是一個 全台北市 最像國外的一條路段 風景超級漂亮 現在還沒什麼雲 等一下拍起來應該會滿美的 好 真的 OK 我們完成第一批了 也就是從冷水坑到中午戰備道 然後剛下滑了好久 大概快15公里的下坡 現在已經到金山小七 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開始爬 就是如來成長的大拇指的部分 稍微補個水 因為水已經喝光了 然後吃了果膠 對 繼續出發 休息一下 我們好像一路就會騎到那邊的山上 目前進行的位置 就是這一根大拇指的部分 我們往北22的線道切進來之後 車就少了很多 當然氣溫相較於剛剛在陽晶上面的溫度 確實在這邊是比較悶熱一點 把握時間補完補給之後 現在體力比較充沛一點 繼續前進 真的只有大拇指啦 除了大拇指 還是大拇指 爬坡正要開始 2.8K 爬升280公尺 相較於剛剛的路線 這個算是 難易度比較低一點的路線 應該吧 第一次騎 但它的平均坡度 2.8公里 跟我寫說有10%耶 其實有點辛苦 這個坡度 馬上說回剛剛那句話 什麼拇指比較好騎 其實很抖耶 平均坡度都大概在8%左右 到10% 騎起來的 喘度其實滿高的 雖然它寫只有3K 所以馬上 把冰塊的舌瓶放在背上 實在太熱了 還有2K 一不小心就會錯過了 要跟著地上的這個 手掌前進 這條路也算我第一次騎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從拇指 繞出來 也不算繞出來 現在還在拇指正中間吧 但因為我完全沒有騎過這個路線 只能靠地圖導航 但已經 有聞到一點海的味道 難道我們已經 快騎到折返點的海邊了嗎 看到海了耶 快騎到海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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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進來 十指的 往上爬的 要完成十指的部分 這一段的距離看起來是有6.5公里 爬升目前看起來是350公尺 平均迫度比剛剛緩和一點 我剛剛實在不能這樣講大話 剛剛那段有10% 現在這段只有6% OK 出發 OK 我們已經完成 三分之一 現在再往一半前進 現在已經爬了兩座嘛 總共6座 目前正在第三座 那其實前陣子我 因為受傷 然後就比較 比較認真在 就是吃我平常要 攝取的這些營養補給 所以有去找營養師做了諮詢 那其實他也給我一些建議就是 他覺得我們 訓練量比較大的情況下 在各種營養素其實都要去 補充充足 所以他就有建議我可以多吃 B群還有鐵 這些內容來 幫助我的身體恢復 所以 氧氣不足嗎 那就來點 有氧配方 養元素 凹喝鐵B群 雙層 最佳有氧配方 小顆每天吃 持續造氧 好體力 氧氣不足嗎 那就來點 有氧配方 養元素 凹喝鐵B群 雙層 最佳有氧配方 小顆每天吃 持續造氧好體力 咱們就已經快騎到 紫鳳中間了 剩下最後不到100公尺了 剩下最後不到1公里才對 不是100公尺 真的要非常注意地上 這些 不知道是誰畫的 魚仔生長的手印 跟著手印走就不會錯 可是有時候會 騎到放空就會 既然它右轉了 你忘記右轉這樣 快到紫鳳了 我們已經完成這兩隻了 現在從紫鳳上準備下滑 我們目前每一趟的手指呢 如愛神掌都是先下滑再爬坡 所以我們現在下滑的是中指的下坡 接下來又要前往海邊啦 OK 我們專心下滑 待會見 我們已經完成算是路段的 到中間了 這邊應該已經算是 所有路段接近一半吧 中間坎半的話 我們現在在留家肉粽這附近 然後稍微吃一點東西休息一下 因為已經騎了大概四個多小時 然後現在的天氣其實蠻熱的 所以等一下稍微喝口水 緩和一下 我們在正中午這邊 吃一點東西 然後繼續前進 接下來還有一座 兩座 三座 就結束了 YA OK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東西 稍微休息了一下 我們現在準備往第三批 第四批就是中指下的這一座 往裡面前進 所以現在已經在 這邊是白沙灣 等一下直接往裡面切進去 就直接出發 GO GO 中指這一段呢 全長大概是 應該有八公里遠 然後爬升大概是四百八十公尺 所以路線來說 平均迫速大概是五到六趴 我覺得相對前面算是可以接受 但是它這座距離比較長一點 所以要爬比較久的時間 但沒關係啊 中指本來就比較大根嘛 還七公里 現在已經68K了 總共騎乘時間是三小時二十四分 可是加休息應該已經四個多小時 我們現在七點半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半 五個小時囉 五個小時囉 五小時囉 全運會路線耶 哇 我們竟然 今天騎的中指路段 難怪距離那麼長 之前其實就有來體驗過了 就是全運會的競賽路線 真五三 哇 終於進到它比較平的這一段 但也沒有休息多久 等一下就開始繼續爬升了 看前面 看不到極限的上坡 好多 哇 剛努力了六點多公里 爬升 已經剩下最後的1.8公里了 就快到至高點 也就是折返處 爬升目前里程還有80公尺 剩下的坡度大概5% 哇 剛前面有點硬啊 這路線果然可以當做 全運會等級的賽事路線 好累啊 OK 我們已經把中指畫完了 現在已經在中指的底 然後要接到無名指了 所以等一下準備下滑 這段路線真的是蠻漂亮 可是說真的有點辛苦 好 我們下滑之前 水已經喝光 這應該是我的第五罐了吧 運動飲料都沒了 重新加一下我的 哇 電解液 補充一下 OK 我們繼續下滑 乾杯 我們已經騎完了 1 2 3 第四隻也完成了 現在要準備上到這邊的完整度 所以等一下我們無名指 剩下兩座了 1 2 等一下我們即將 在前面左轉 第四隻 無名指這一段 大概是7公里 爬升的話 大約 來看一下喔 大概是7公里 爬升大概是坡度5%左右 所以其實應該算是 相對前面幾趟來講 輕鬆一點的 所以 完成這一段之後 就只剩下最後的巴拉卡考驗了 今天一路這樣吃了蠻多補給品的 其實 整體感覺能量還蠻充足的 OK 我們就準備挑戰 無名指 GOGO 好冰喔 舒服舒服 核心溫度也快過高了 6.5K 爬升300公尺 倒數第二座了 快完成了 我的如來成長 OK 現在里程已經90K了 我們的總騎乘時間 也正式突破了7個小時 今天這個 如來成長的挑戰 我覺得真的 算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 每一段其實都在 上上下下當中 你要不斷的去 補水補給 然後調整你的 瓦數 還有你的 體能分配 我覺得這裡有點難度 但 好在今天的 路況都算還蠻好騎 而且 有些平路路段也都是很順風 所以騎起來還蠻棒的 而且重點是 我前陣子已經開始吃了 氧氣不足嗎 那就來點 有氧配方 養元素凹喝鐵B群雙層定 最佳有氧配方 小柯每天吃 持續照氧好體力 OK我們已經到小妞妞了 只剩下最後一段巴拉卡 就準備下滑 然後回到這邊 完成我們的如來生長 目前里程有點可觀 已經騎了91公里 而且騎乘時間也到7個半小時 不是 7個小時而已 7個小時 所以我們要把握時間 趕快下滑 不然等一下騎到太慢的話 天黑就不太好了 出發吧 GOGO 已經下滑到底了 現在已經人在這邊 小妞妞 等一下這段有點長 要一路從這邊到這樣 全長應該是 爬坡段就有18公里 下滑就應該還要快20 所以里程剩下最後的大概30出頭 就會回到我們今天的起點40 加油吧 最後一小段了 最後一段路了 北十二0K 出發 GO 好 好 好 OK 最後一段巴拉卡 之前來騎過 應該算是有點驚豔 這一段總長9.2公里 爬升應該是580公尺左右 最後一段上坡了 終於快完成了 出發吧 GO GO 出發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剩下6公里了 身体已经越来越接近完全没力的状态 连车表都跟我说我的体能预估已经小于1%了 体力上限也是 代表我今天已经耗尽体力了 最后一小段路了 哇 竟然还看得到这样的美景 也算是快没力之前 稍微提振一下士气 不然骑到第六座山 真的已经是 体能耗尽啦 快讲不出话了 最后一段了 快到二级平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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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 WOW I'm bleeding but I'm breathing WOW In darkness I find me numb WOW I'm broken but I'm healing WOW I'm bleeding but I'm breathing WOW 抵達終點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 辛苦完成的如來生長 破了我的最佳爬升了啦 3054公尺 第一次騎乘總共花了大概是 9個多小時應該是9個半小時吧 里程是133公里 爬升3000公尺 這路線真的是應該會永生難忘 我覺得比武嶺還累 因為里程實在太遠了 然後其實前面幾座 手指啊我都覺得還OK 真的到很 開始比較美麗的時候是最後一段巴拉卡的時候 因為前面我覺得前五座都還好 吃的東西也覺得已經轉換不了什麼能量 到後面真的是騎到 很累然後脖子又很痠 整個抬不抬起來 但我覺得可以在10個小時內完成 都算是有達到我們自己的預設目標 真的是蠻開心的 但這個路線我覺得偶爾來一次就好 如果接下來有機會可能要去挑戰武嶺之前 或許可以是一個不錯的訓練路線 好啦那我們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梁哲瑞 也非常感謝大家今天陪我們挑戰完這個 非常艱難的路線真的是有夠辛苦的 也很感謝今天的贊助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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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Here I am How do you do?